精光明尽文句乐 从这看起 智心之 彻道心灭 静心实际 故云智心 这个智心心要 确实不容易 要是一经上所说的 只有明心尽心的人 才能够做到 那实际情形呢 也如此 菩提心不发在意 真正发菩提心 这个人的地位 就达到原教处处 原教处处是 发心处 而实际上呢 所以这个境界不是一般境界 我们一般讲发菩提心 心是发了 一转眼呢 心就退掉了 可见那这是假的 不是真正的 真真诚心 真诚心永恒不变 这是真心 这是真心 进进退退的 这是妄性 生灭性 真诚是不生灭性 发出来是不生灭性 发出来是不生灭性 就是没有七心 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真心 有体有用 体是真诚清新的基础 用 六根聪力 六根聪明 力是力顿之力 也就是 见闻觉之 比普通人 灵民太多了 一般人比不上 不但一般人比不上 声闻缘觉 全教菩萨都比不上 真诚 太可贵了 我们既然学佛了 希望这一生 能往生进退 那不用真心不信 要用真心念佛 要用真心相信进退 相信有阿比托福 用真心求愿往生 用真心念这句佛号 于极乐世界 于阿比托福 决定感应到酒 京光明经文句 说得好 精光明经文句说得好 切到心愿 心愿才是真心 要灵 四四都用真心 也许有人说 在现前这个学会 用真心的人吃亏 别人用真心 别人用旺行骗我们 我们用真心带人 不是吃亏了吗 这个亏愿不愿意吃呢 愿意 吃亏小死 吃亏时间短 我们在这个时间 这个世上 也不过几十年而已 这几十年时间短 跟无量寿比 太远了 用真心 最后我们能够到极乐世界 如果不肯用真心 最后到不了极乐世界 那个损失就太大了 这个账要回算 要算得很清楚 眼前亏可以 没有关系 无所谓 终极的目标 往生极乐 清净于陀 这个利益太大了 所以念佛人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也不怕受骗 故人因苦 故人称当 我们决定不可以欺骗别人 记住 用欺骗别人这种心 念佛不灵 不能往生 因为念佛的人很懂 往生的人不懂 六十年前 我初学佛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 只有三五个 比例很少啊 那么在中国古代 念老住节里 都引用不少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漏啊 什么原因 用真心 念佛的人都能用真心 没有丝毫虚伪 所以万修万人去 现在人用旺行 用成习惯了 用真心不习惯 用旺行很习惯 六十年前 一万个人能有三五个旺行 那现在过了六十年了 有同修告诉我 现在的社会 一年不如一年 那么六十年后的今天 大概一万个念佛人 能往生的 只有一两个 这些是真话了 我们要做 一万人当中的一两个 就是不怕吃亏 不怕伤道 不怕别人欺骗我 也不怕别人陷害我 老老实实 这一句佛号 一直念下去 我们决定得到好处 是不怕吃亏 这一句什么 是不怕吃亏